Hello大家好,我是Ya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影片很特别,因为等一下我要打电话去访问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订阅者 这位朋友呢,他的赚钱方法呢,就是用联盟行销 而且每个月他的收入都可以维持在三万块以上 然后在上一次的黑色清洗物,他可以透过联盟行销带进了超过十五万 我自己也有做联盟行销,但是我没有像他这么强 我们这个频道有很多人问我,那要怎么快速做联盟行销 我自己虽然对联盟行销也有一定的概念,但是没有像他这么强 所以呢,在这影片呢,我要去访问他 所以呢,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打电话去访问他吧 哈喽,你好吗? 好啊好啊 那你今年是几岁? 21岁 21岁 嗯 那其实还蛮年轻的 你是25岁是吗? 对,我25岁,我才刚25岁 proud of millennial 你现在,你是台湾人,台湾土生土长 对,台中 台中人,好 那你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你的背景吗? 那我就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叫Jerry,今年也21岁,来自台中 那是从小学毕业后,父母就带我跟我弟弟到新加坡去念书 那是我国籍还是台湾,这是我在新加坡有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三年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在新加坡当了两年的兵 那新加坡规定是男生高中毕业后就必须先当完兵才能上大学 所以当初我是先考上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才去当兵的 不过就是在当兵这段时间我就接触了不少关于理财财商相关的知识书籍课程这些东西 比方说富爸爸穷爸爸,有钱和你想的不一样这些东西 然后也有上很多课程,所以自我成长相关的啦 所以就改变了很多我的观念 那其中一个最具争议性也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大学文凭 对不对?对 读不读大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啦 当然也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所以总之是说就是因为观念的改变 所以我就决定放弃我在新加坡大学的学位 然后当然这个决定就是跟父母也会有有犯争吵嘛 不过就是还是要一直沟通一直沟通 所以最后我跟他们达到的一个协议就是说 我要在一年之内建立起我自己的被动收入 然后我可以经济独立 要是我能达到我就不用去上大学 但是要是我没办法达到这个 我没办法经济独立的话 一年后我就重新申请大学 这个事情是就是发生在今年初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 经过这好几个月的努力 我就透过联盟行销建立起了我自己第一个全职的被动收入 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平均就是一个月大概是15万台币左右 然后那上个礼拜不是黑色购物节吗 因为黑色购物节的关系 所以我单单上个礼拜就赚了22万 这些也不是说要炫耀什么 所以我只是想分享说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那实在是有太多赚钱的机会 大家也不需要说在每个领域都很擅长 就是只要专注并且精通在其中一项 其实就能有办法能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 就算即使是一个也好 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所以今天就是接受Yale的分享 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说联盟行销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那像我21岁没有大学文凭 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要怎么开始也没有资金 你现在觉得你已经有经济独立了吗 还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目前来说我觉得就是刚开始就说可以说独立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你是做了一年 然后你在这几个月内才开始收入变高 是这样的意思吗 三年前就是当兵的时候就开始接触 但是因为当兵的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我只能尽量利用我有限的时间去学习 那只是今年初开始就是我去年底退伍 那今年初开始转足在这个上面 所以就开始花很多时间 当然从差不多从1月到3月这段期间 其实没赚什么钱可能顶多几千块 就是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就会放弃 所以很多做不起来的人的原因其实就是缺乏耐心 还有毅力嘛 那所以我前面都是即使没看到什么成果 还是一直努力去把我该做的做完 然后自己一直去学习 所以在差不多4月5月的时候就有突破1 就是接下来6,7,8,9都有算是爆炸性的成长嘛 所以才到了十几万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因为我自己做联盟行销这一部分 我是拍YouTube拍了三两三年嘛 今年我才透过联盟行销赚钱 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是博客啦 他就给你几十块几百块这样子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今年才会看到联盟行销有很大的效果 那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什么叫联盟行销吗 简单来说联盟行销的话 也可以说是推荐式的行销吧 所以就是你把你喜欢的产品推荐给别人 然后从中间赚取佣金 所以你不用生产任何或是发明任何自己的产品 就是完全透过推荐别人现有的产品来赚钱 那就像是Uber Uber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优惠 就比方说你可以分享你的代码 邀请朋友到Uber 那对Uber来说 这个方面就是帮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用户 但是他回馈给你的方式 就是可能给你一个折扣 让你下次使用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联盟行销的概念 那我相信大家都对淘宝亚马逊 eBay这些平台都不是很陌生 那这些都是卖家跟买家 在这些电商平台上买卖东西 联盟行销者是 就是买家跟卖家的一个桥梁 比方说在亚马逊上面 什么都买嘛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其实 每个人都可以透过 推荐亚马逊上面任何一个产品来赚钱 等等大家可以 打开这个亚马逊的网站或是淘宝 那滑到网页最下面 他们都会有一个可以加入联盟的这个选项 这些都是免费加入的 就是你只要注册一个联盟的帐号 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个专属的连结 然后你就用这个连结去分享任何一个产品给你的朋友啊 你的粉丝 那他们透过你的连结购买产品 你就会从中间赚取佣金 你刚刚有分享你现在一个月可以带进20万是吗 还是只有上一次的黑色星期五 没有黑色星期五这个礼拜是一个礼拜就20万就是那是只是一个活动嘛 10月的话好像是18万嘛 然后9月16吧 反正就是差不多在现在是都有在成长就在十几万到20万这之间 你联盟形象在一开始会很难很艰难吗 其实我认为啦 任何赚钱的方法都有它困难的地方 那联盟形象一样就是比方说你要去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平台 比方说一个部落格一个YouTube InstagramFacebook这些 那你还要学习如何增加你的粉丝你有网页流量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赚钱机会是容易的 尤其是一开始都很多东西要学 但是相较于其他赚钱的方式我觉得联盟行销算是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它的入门坎不是很高 你不需要有高学历 甚至不需要写程式语言 也不需要拥有自己的产品 也不用很多钱 那现在你做联盟行销方法你是透过什么平台的 还是你自己加一个网站来自己经营销售 我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就类似部落格这样 然后写文章 那这文章就透过搜寻型优化的方式来增加免费的流量 所以现在所有的客户来源都是免费流量得来的 还是你有购买广告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目前的成果都是免费的得来的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跟钱去学习更多其他不同付费的管道 所以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没什么钱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想要的是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免费啊或是低成本的开始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联盟行销你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开始 尤其是像搜寻型优化这些其实可以得到很多免费的流量 你需要有很多的粉丝跟观众才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吗 当然是不用啊 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我我本身是用写文章的方法 透过搜寻型前来增加我的免费的流量 所以所以我一开始也都没有说我本身没有没有很多粉丝啊 我社群媒体YouTube都没有很多订阅追踪 到目前为止 虽然是当然过程中有在学习慢慢有po一些东西 尽量去增加这些追踪人数订阅人数 因为这些算是diversify嘛就是可以从不同的管道来可以推发展你的这个事业 只是重点就是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赚钱有很多种方法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从联盟行销开始 因为联盟行销这个概念对一般新手来说不是很好理解 然后为什么就一开始就挑战联盟行销而不是做其他方法 就像我刚开始我是先做YouTube吗 这个就是因缘机会之下 因为我一开始会去接触到这个是很久 就是一直以来我就不想要跟大家一样 比方跟follow传统的观念去上好大学找好工作 所以我才在网络上搜寻说有什么赚钱的方法 当时我也不是很懂 就是可能看到广告啊 然后就因缘机会下一步一步就做这个 那如果我们观众啊现在有人想要开始做联盟行销 你会给什么建议 如果你对联盟行销有兴趣 如果你想要开始的话我有四个步骤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找出自己的兴趣或专场在哪里 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透过联盟行销来赚钱 有些人可能擅长拍照摄影 有些人可能会影片剪辑 有些人可能擅长游泳网球爬山 甚至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看电影 这些都可以透过联盟行销来赚钱 就比方说要是你特别喜欢看电影 你可以建立一个什么电影评比的网站啊或是频道 但是重点就是第一步就是先找到你的兴趣所在 这也不一定是兴趣 有时候比方说你本身可能有糖尿病偏头痛这些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不同的领域可以去赚钱 因为不管是哪个领域都会有人需要帮助 所以你也不需要是那个领域的专家 专家其实不一定懂得怎么赚钱 但是在那个领域里 你总会比一部分的人懂得还多 对那些比你还不懂的人 你就是他们的专家 那你只要能透过一个平台 传递价值来帮助那些在你领域里面需要帮助的人 你就可以慢慢增加你的粉丝啊流量啊 然后就可以透过推广你的产品来赚钱 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先找到说你想要先专注在哪个平台 那比方说像我是建立我的部落格 那你也可以透过像YouTube频道等等的 重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平台 这样你才能去触及到你领域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第三步就是传递价值 写文章录影片这些都是传递价值的方式 重点就是给你的目标客户有一些免费啦 但是有帮助的资讯 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有越多人注意你啊 追踪你相信你 重点就是要让人家对你产生信任产生好感 这样你才能到第四步就是推荐相关的产品跟服务 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客户 推荐这些产品之前你需要先搜寻你领域里面 有哪些产品跟服务是有提供联盟行销的计划 那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我们平常在使用的产品和服务 就本身都有提供联盟计划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个四个步骤是一个大的概念啦 当然其中这些有很多细节要学 所以也不可能在一个影片里面一次讲完 那Jerry现在你有首课吗 如果你有首课的话 你可以提供给我们粉丝一个链接 让他去参考你的部落格之类的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说 对联盟行销有想要进一步去做的话 我可以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做 因为你只要点这个影片下面的链接 到一个叫做Wealthy Affiliate的平台 注册一个免费的会员 那不是我的平台 但是我会在那里协助你一步一步的说 开始建立你的联盟行销的这个事业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们观众讲吗 要是你对联盟行销进去 就是去点影片下方的链接 然后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 我会在里面带你一步一步的做联盟行销 那当然还要记得说订阅我的IG 还有我的Youtube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每次有二周四周日 晚上九点台北时间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然后记得按订阅点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影片哦 如果你还想看类似像这样的影片 或是你觉得我要访问谁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所以呢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